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 郑珊 扩统筹财政金融消费投资等等领域 能否请您详细 增量政策的一些主要考虑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通报和介绍 要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 加快支出进度 加大对经济发展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要加力支持地方 开展债务的自换 化解债务的风险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实施有力度的降息 您的提问 我想您这个问题呢 虚建的基础设施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高标准农田建设 地下广网的建设 城市更新等领域的增量资金需求较大 明年呢 我们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并优化头像 加力支持 两重建设 有条件长期在城市生活 那请问一揽子增量政策 剩下今年5%左右的这个经济增长目标 是不是能够实现 我们对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 充满了信心 我们对保持 经济社会 平稳 健康 实际的发展呢 也充满了信心 新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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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 没有 新闻 新闻 谢谢 谢谢